这是美国之音在1月2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林森。 近年来在中国有愤青的说法,愤青是愤怒的青年的简称,所谓愤青是否真的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以及这种称谓是否得当,这里姑且不论。 不过有趣的是,中国近年来所谓的愤青表达愤怒的对象多半是外国政府和外国人。 从90年代末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师馆以后,中国青年的反应,到不久前,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受阻以后,中国一些年轻人所发动的抵制迦勒服运动。 这些人所表达的情绪,真的是爱国主义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客人就此进行讨论,他们一位是著名的民运人士,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先生。 另外一位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访问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达威先生。 欢迎两位参加加点对话。 魏先生,先从你开始。 刚才我们谈到,现在所谓如果有愤青这么一个群体的话, 他们现在所表达的这样的愤怒多半是针对外国政府或者是外国人的。 我知道在可以说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前,中国如果有这种愤青的表达的话, 比如说你本人所参加过的这种民主墙,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及后来的六四, 这些年轻人所表达的愤怒都是对自己的国家的政府或者社会的不满。 那现在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所表达的愤怒只针对外国政府或者是外国人? 过去和现在这帮愤青呢,其实我都还比较熟悉,都有接触。 我觉得这个愤青首先来讲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人开始不满, 主要是对这个社会本身各种各样的具体事情不满, 然后慢慢变成一种情绪,一种一般性的情绪, 得着什么机会就发泄发泄。 你比如说民主墙时期呢,有很多人是经过思考到那去呼吁中国要搞民主, 应该走这条道路,但是相当多的人呢, 我当时的感觉也是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概念, 就是觉得得有个地方发泄一下。 我觉得现在愤青呢,我认识一些人也是这样, 你说这些人都是像政府说的那样爱国主义也不见得, 但是呢,至少有这个机会去发泄, 因为现在政府对这个意义镇压的比较厉害, 你从其他角度发泄吧,不太容易, 那么爱国主义好像名正言顺, 大家都可以来发泄发泄, 于是就形成了好像现在爱国分清好像都是爱国主义分清,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见得这样。 大卫先生。 我想刚才您前面讲到一个对比, 就是说八十年代好像主要是对内, 现在主要是对外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 其实这个说法可能也不完全准确, 我想您应该还记得在大概是在八五年, 在国内也曾经有学潮, 当时是实际上是反日的一个活动, 对,所以就是说在八十年代实际上也有对内和对外两种, 所以实际上所谓愤清或者愤怒的青年, 其实最典型的应该是法国比方1968年的这些愤怒的青年, 就是说青年一代往往对社会有一种愤怒的情绪, 这个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那么说到中国最近几年的这个现象, 实际上这个和中国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国内的民族主义的重新的抬头有关, 也和中国经济实力发展以后, 中国人对中国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的上升有关, 所以这个里面既有一部分, 我想它的主体应该说是健康的, 因为这个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背后, 都是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动力在后面, 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动力, 但是在这些整个民族主义这个现象的最表面, 可能确实有一些比方说非理性的活动或者说非理性的言论, 那么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应该把它, 可以把它分成这样两种不同的层次。 达威先生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 的确是在85年的时候, 确实在中国也年轻学生有过一次像是学潮一样的, 主要是对日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那么总的来说, 最近这些年的这个趋势, 似乎是多半都是针对外国或者外国人, 甚至某一个外国名人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样都会引起一些愤怒的情绪, 那么现在就有人说, 说这些中国高涨的这种, 如果叫做民族主义情绪的话, 显示了中国现在对这个西方的一个深刻的这种不信任, 在您看来这种不信任的根源是什么? 我想这种不信任, 其实在很多国家和民族之间都存在这样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 第一是应该说有文化的冲突, 第二有社会制度的不同, 还有在最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在中国这个案例里面, 实际上是从鸦片战争以来, 中西方或者中国和欧美的接触以来, 累积下来的就是双方历史的一些经验, 一些不好的经验, 一些冲突累积下来的不信任, 那么所以这种不信任应该说是, 总的来说从这个我们比较长的历史来看, 其实是很深刻的, 也是时间很长的, 但是具体到最近三十年来看, 其实这里面确实有一个中国大众情绪对西方的认识的一个变化的问题, 比如说在九十年代以前, 中国普通老百姓大多数对西方有一种, 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盲目的崇拜或者是崇拜, 总之它有一种对西方更接受的一个态度, 那么九十年代以后, 尤其最近这个十年的时间, 那么更多的人感觉到好像有一种, 尤其是今年, 就我感觉到有一些人有一种幻灭的情绪, 就是说我们中国不断的改革, 不断的向西方的制度去靠拢, 或者说我们说接轨, 结果换来的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它就有一种幻灭的情绪, 所以我想这个是在今年我们看到的这些民族主义的活动, 或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这个活动背后的一种情绪, 我觉得刚才你也提到了, 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类似的, 我觉得也是这样, 每个国家其实都有很多的愤青, 都会发泄情绪, 为什么在中国的愤青大多数对外国, 而其实你看美国或者法国的愤青, 大多数对本国政府, 我觉得这跟政府的压制有很大关系, 这愤青嘛, 作为一种个人, 它也大多数都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部分, 你说它爱国主义反日, 其实我发现很多反日的愤青, 其实未必真的反日, 它就是这个机会, 甚至那些愤青领袖, 它就是借这个机会闹一闹, 折腾折腾, 那么政府压得紧的时候, 你就不敢反对本国政府, 因为你要付比较高的代价, 那么反对外国政府, 或者反对外国人就比较容易, 因为他们是在中国里头, 他们是少数, 很少数容易欺负, 而且它是外国政府, 也容易, 你对付外国政府, 本国政府好像没有太多理由要镇压你, 这样大家就借这个机会就闹出来了, 反过来说压制比较轻的时候, 你比如说八十年代末就八九年的时候, 政府对这个学生这种那个表示愤怒的这种, 也可以说其实天安门广场也是一帮愤青, 对不对, 有人也这么说, 当然很多人不高兴, 但是其实也是, 大家很愤怒, 要找个机会发泄, 所以你说天安门广场那些人, 大家都对民族有很高的认识, 也不见得, 有很多人确实也是就是跟着哄, 正好在这可以发泄呢, 我就在这发泄了, 八六年的时候, 我想那时候也是八十年代末, 整个政府对这个社会上的各种不同思想呢, 容忍度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这种愤怒可能就针对本国, 就跟法国美国差不多的, 针对本国了, 压制比较强的时候, 人们那个愤怒又积累的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就要针对外国人了, 这我想这可能是一般的规律, 接着刚才您这个说法就是, 现在就是政府的这种, 对内的这种年轻人, 或者是民众要表达的这种愤怒不满, 那么是由于这个政府的这种压制, 所以就是使得这种愤怒, 或者这种表达的渠道转向到外国政府, 那实际上在西方就有很多批评人士, 就批评中国政府, 刚才达威先生也提到, 就是比如说利用中日, 中日战争二战, 日本在中国, 关系战争队形, 这样历史的这种利用中日这方面的这种情绪, 来鼓励, 某种程度上来鼓励了所谓, 如果有愤青这种说法的话, 这民族主义情绪来加强对自己这种统治, 这种合法性, 或者说能够说得更威婉一些, 把民众更好地团结在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周围, 所以就利用这种情绪呢, 也向外国施加压力, 你怎么看这种批评? 我觉得这种说法, 基本上我认为是有关中国民族主义讨论里面最大的一个错误, 如果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去鼓励爱国主义, 或者民族主义, 实际上这个在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一个国家说我要鼓励我的民众不爱国, 不支持政府, 那是不正常的行为, 所以当然中国政府也鼓励爱国主义, 或者说合理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这个是毋庸慧言的, 但是具体到您刚才讲到的这几个案例, 比方说中日关系, 或者说不管是在与美关系, 还是说对台湾的关系上面, 我想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去鼓励青年学生在这个上面采取一些特别激烈的言行, 其实这个对政治稳定并不利, 所以我想其实在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是看得也很清楚, 而且每次我们看到当有这个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其实中国政府对此也是比较担心的, 因为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超出这个事件本身, 引起社会动荡, 所以呢我想说支持爱国主义,